好,我們溫下書,Project Time Motion 基本上頭十年MC考了四條,Long Quack考了六條 8.1是打橫飛的,就是這樣 就是波,然後打橫飛出去 U就是UX,等於VX,等於Constant 因為地心吸力不會影響打橫的方向 好,Mufili,那件東西是PALMA線 向下又加速度,是G 但你要明白X是0,那是AY 所以如果我們計算垂直速度,就會是VY等於UY加AT 所以就是UY加GT,就是這樣 如果是垂直 它說打橫和垂直是會獨立處理的 公式上是獨立處理 UX不會有G,UY會有G 打橫飛出去速度就會不變 而垂直就會受地心吸力所影響 所以這裏有什麼特別注意 譬如你可以知道它打橫飛有個環2的距離 XX就等於UXT XY呢? XY是垂直的 XY等於... 因為這個打橫飛出去 UY是0 是吧? 所以這裏有2分之1GT 2次 這樣就完成了 另外一件東西是打斜的 打斜 打斜來講呢 就有夾角 斜射進去 有V 我們可以分成VX 和VY VY V等於VX的Square 加VY的Square 即是說我們分別 知道UX是多少 那我就知道VX是多少 那我就計算一下 VY會變成多少 那我就可以計算到V了 而角度呢 我們可以用Tangent Theta 等於VY over VX 這樣計算出來的 這是8.1的重點 8.2了 打斜飛這件東西 有個U 有個Veta 我們會分拆成為UX和UY UX就是UcosiVeta UY就是UsiVeta 都是不計算空氣阻力的 整個軌跡叫Polibra 好了 我們知道了 如果速度上的變化呢 速度上的變化就是 由於打橫是不變的 UX VX等於UX 等於UcosiVeta 現在打橫的距離 XX等於Uxt 所以等於UcosiVeta T 好了 垂直呢 垂直就是VY等於 我們通常的向上是正數的 那向下就是負數的了 所以就會是U UY 減GT 因為我們要向上正數 特別要留意的 就是負數這個位置 要非常之留意 對 錯了三次都不留意的 錯了第四次才不錯 好了 這個位置 XY等於UY X等於Ut 加2次 A是負數 G 好了 另外 V二次 U二次 加2X 當然 VY二次 等於UY二次 減2GS 就是要留意負數的問題 要留意負數的問題 因為我剔的向上是正數的 而特別要留意的 就是 還有最一項要留意的 就是 通常我攀墨線 可以到那裡扔出去 跌到地 這樣呢 整體來說 那個SY 如果我由起點 是某高度的話 那SY就會是負數的 要留意負數的 就是 水平以下的就是負數 對 就是起點的水平 好了 另外呢 就 Ference界是T 高度是H 那 是不是有一個公式呢 公式是齊出來的 不是背出來的 那如果我最高高度的話 那個VY就是0 那我們用VY等於 VY二次 UY二次 加2S 那這樣濕下去的時候 負2GH 如果我濕過0的時候 是不是 那UY二次 好了 那所以呢 H呢 就等於 UY二次 over2G 就是 U SY 都 2SY二次 Veta over2G 就是這樣組出來的 要留意 好了 然後呢 那那個Range Range呢 通常都是簡單單單 他說 有一個平地 然後呢 有一個BOM 一拋 麥線的飛過去 好了 然後呢 飛過去 這個是U 這個是Veta 對了 那如果是原地的話呢 那你知道呢 這裡走過的距離呢 叫做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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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其實是SX 那就是UXT 好了 那我要先計到飛行時間 飛行時間呢 不是背 是計出來的 那我知道呢 SY等於0 對啦 等於呢 UYT 減二分之一 GT二次 好了 那所以 我抽回T出來呢 就是U UY 減二分之一 GT 就等於0 對啦 好了 那所以呢 T是0 即是起點的時候 又或者呢 T呢 就等於 UY 2 UY G 對啦 因為原因就是 UY減二分之一 GT 就等於0 對不對 好了 那扔了過去之後呢 那就是說 T呢 其實呢 我們知道呢 是 2的 U SY Veta OVG 好了 就是飛行時間啦 如果我要回去 落地的時候 所以 R呢 就等於UXT UX 就是U Cosine Veta 記得嗎 T呢 就是2U 然後呢 SY Veta OVG 好了 那有什麼特別呢 特別就是 這個變成U二次 Cosine Veta Cosine Veta OVG 原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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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ine Veta 是等於 Sine Veta 所以呢 我給了這個 identity 我們可以組成Wing 這個公式 Wing 記住 它有特殊例子來的 這個是 原地下跌到地下 才計算的 這個 是 對啦 放在地下 好了 那有什麼特別呢 特別就是呢 如果我的角度是45度的時候呢 那個R呢 就是 Messimum 就會等於 U二次 OVG 因為 3190度是最大的數值來的 好了 就是飛得最遠的話 是45度角 就是你飆槍的時候呢 不計空力阻力呢 你飛的45度呢 就是最遠的 好了 還有第二點 第二點就是呢 因為我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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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ze Size 角度的時候呢 也都等於呢 就是Size Feta 也都等於Size 180度減Feta的 是啦 這個數值數是等於的 那故此呢 我抽2出來呢 神奇事出現了 我見到呢 就是呢 哇 原本的R呢 會是對應到呢 R 90度減Feta的 是啦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如果我拼個Feta 是 當是60度的時候呢 那 R產生的Wing 叫做R60度 也都等於呢 90度減60度的Wing 就是等於R30度啦 那20度呢 也都等於70度 飛得那麼遠啦 45度就是最遠啦 低的感覺啦 90度減45度 也是45度來的 好啦 所以呢 我得出這個關係啦 就是說 如果75度的Wing 呢 也都等於15度的Wing 就是RFeta 等於R90減Feta的Wing 這個Wing 這個Ideanity要知道的 那 R45度是最遠啦 這個45度啦 就是Messimum啦 好啦 接著落啦 攀拔線來說呢 我們同一層 剛才研的功勢啦 不計算空氣助力啦 那會是對稱的 對啦 你記得是Messimatic 比這個軌跡的對稱的 回到中間線呢 左右兩邊是對稱的 好啦 那麼呢 那個V呢 飛出的那個Speed呢 跟撞下來的Speed呢 是一樣的 因為同一高度 因為你用能量的概念去考慮啦 對不對 好啦 即是 如果P一樣的話 K一樣啦 因為Total Energy不變 非常的時間 跟跌下去的時間一樣啦 對啦 對啦 很方便 對啦 即是說 如果我計算整個Palmer線的話 我有時候計算一半 然後乘2 都可以做到的 那Wing出去45度最遠啦 剛才說了啦 那 兩個Possible Angle呢 會有同樣的Range的 對啦 如果符合R-Pheter 和R-90度G-Pheter的話 好啦 最後啦 Palmer線啦 剩下能量 好啦 能量是怎麼搞啊 好啦 能量呢 我會這樣看的 好啦 如果我一件東西 這樣拋麥線飛過去的時候 好啦 我當了一件東西 我本身的速度是U啦 那它初頭的動能呢 就是二分之一 Mu²啦 好啦 我當這個夾角叫Pheter 那次的Pheter呢 是45度 去到最高點 有沒有動能啦 那當然是有動能啦 因為橫向都會移動的 去到最高點的時候呢 只剩下Ke的話呢 就是二分之一Mu²啦 即是二分之一Mucosθ的Square OK 好啦 所以呢 你見到動能 和PE 如果是 加上呢 是Consent的話呢 是會等於Initially 是二分之Mu²的 而動能的最低點那一刻呢 就是當PE升到最高那一刻啦 我假設的高度叫做H 所以 如果我們在最高點的時候呢 那個PE就是 即是紅色流線啦 就是Mgh啦 那這個時候呢 擁有的動能呢 就是二分之Mu² 好啦 跟著 什麼時候發生啦 好啦 發生的時間呢 就是會在最高點嘛 好啦 最高點有什麼特別呢 最高點呢 就是那個 VY會是0 VY等於UY-GT喔 是不是 那所以呢 T呢 就會等於 UY over G啦 我可以計到 什麼時候發生 就是UY over G啦 好啦 那就是最高點 是啦 又會有關係啦 好啦 那我落地 最高速度啦 那P又是0啦 這裡就 沒什麼特別啦 會是這樣的 Curve的 它隨著時間的變化 好啦 最後呢 就有些能量概念本學要識啦 我作了一個題目 就是說 FETA是45度 45度的話呢 即是如果我們在最高點的時候呢 那個動能呢 就是Cos45度啦 那425度呢 即是1 over 開方2 即是Square 所以呢 就是2分之MuSquare 原來這個是2分之1啦 對啦 1 over 開方2 對啦 沒錯 好啦 那就是說 如果我45度 那麽巧45度的話呢 原來我的KE呢 就是總能量除2 我現在一次 最初的總能量是E啦 好啦 那當然啦 有不同的甲角呢 那你都是這樣照計的 是啦 那呢 就 那 那PE呢 我PE 就是 都是U over 2 因為我KE加PE 要是等於一樣的 是E的 等於 好啦 那如果我不同高度 我都可以問到你能量的 譬如說 如果我跌到它剩下一半高呢 就是H over 2這個位置啦 好啦 那能量會是多少啊 那我知道的PE呢 就會是E over 4啦 對啦 因為最高點是 有的PE是E over 2 對啦 那一半高度是E over 4啦 那 KE呢 因為總能量是E喔 那所以呢 就是3E over 4啦 那它可以計算速度是多少 足度上 對啦 那就是這樣算的 好啦 去到最後啦 如果真的有空氣阻力呢 其實都不能問得你多 因為阻力 它不就不對稱咯 首先 它不會飛到H那麼高 是吧 好啦 即是H會矮了啦 但又見是它橫飛的距離 所以這個位置會少了啦 相對剛才 OK 好啦 那 主要是這樣啦 它越走越少距離 因為有空氣阻力 是不是 UX也會少了 UY也會少了 不是 即是VX和VY會少了 所以呢 就會這麼不對稱啦 好啦 最後看看Concept Map先 我們如果Palmer線呢 我們要知道呢 橫是Uniform不變的 UX 是Concent的 即會等於VX的 所以即 受著地心急力影響 有個GE在這裡的 或者我們 我們GENUALLY 我們會是 踢了向上去做啦 所以呢 VY就是UY-GT 這些要知道啦 SY等於UYT-2分1GT 而此 這些不能忘記有個負啦 那個負啊 我們全部都沒有錯 是錯過負的 要留意啦 好啦 那這個叫做Parbolic 好啦 Parbara 那你也都可以想到一個 高度H啦 Time of Fight啦 好啦 Parbara線 通常都可以計到一個時間 所有都可以計到啦 還有一個Range啦 好啦 最後要補充呢 還有一樣東西補充 就是有個實驗 叫做Monkey hand Untar Experiment啦 好啦 這樣就會分為兩部份的喔 最簡單的部份呢 就是 那支槍 砰 砰 射顆子彈過去 那隻猴子 同一時間 跌下去 那顆子彈呢 不會擊中 那隻猴子啦 這樣擊下去啦 好啦 因為 Vertical Displacement 是一樣的 對啦 如果他們的飛人時間 一樣的話 那所以 那顆子彈呢 會被擊中啦 被那顆子彈擊中啦 第二個可能性呢 就是那支槍打斜 那你記住這一點啦 如果都是瞄準著 那隻猴子的 本身開始的時候 一開槍 那隻猴子就 隨著時間跌下去喔 它的Vertical Displacement呢 單位的部分呢 都是一樣的 對啦 那都是會擊中那隻猴子的 這兩點呢 是要記住的啊 就是 如果同一時間 它釋放的話呢 那麼 垂直的高度呢 那個Change呢 會是一樣的 OK 就是這樣啦 謝謝 想說 讓大家看看 谢谢大家